所以古时候老师 教学生非常认真 他为什么 学生叫出来了 将来学生有前途 他全家都有保障 为什么 学生会照顾他 学生知恩报恩了 要让父母 要让兄弟姐妹 都能过得好生活 跟自己一样 这大小啊 如果兄弟姐妹过的生活 跟自己比自己差一段 父母心里都难过 不舒服 老师的儿女生活 比你也差一段 老师心里也很难过 所以六合经理就讲 丽和同俊 先给哪些人同俊 先给父母老师 跟兄弟姐妹 跟老师的儿女 先给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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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俊 然后跟这儿个人 更加给你 可以践一段 可以递竭 但是跟父母 跟兄弟姐妹 亲兄弟 同胞兄弟姐妹 跟老四的儿女 这个不能够有茶凳 要是一样的 我穿的什么 大家都一样 我吃的什么 大家都一样 这叫真小啊 这小子啊 如果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他怎么会知道 一教他就知道了 知道了 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天经地义 做人应该这么做 中国孤身先行教育 大臣的教育 在全世界 真的只有印度 中国有啊 其他的族群里都没有 这种教育啊 中国传统教育 可以说 全世界 各国种族里头 教育最精彩的 最圆满的 都在中国 学生的教育 学生的教育 叫做人 学生的教育 没有 学生的教育 感谢观看